現在正在錄影 這個位置是深水埗 原宗街、原宗商場旁邊 目的地應該是深井經青山公路 上一段影片應該是攝影機放太厚 要歪其實不是這樣 當你拍到兩邊柱的問題 就不是不夠歪 而是鏡頭應該要擺前一點 第二,昨天覺得收音非常差 所以不找一支麥克風 都是幾十元而已 百幾吧 幾十還是百幾,都忘記了 這裡就是 忘記甚麼街 興華街 麥克風有個麥克風夾 但剛剛好被安全帶壓住 壓住不要緊,只是聲音不會太吹 因為昨天我聽到那些 那個叫甚麼 甚麼聲音呢 那叫甚麼聲音 相機呢,我有一個 鐵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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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9 未到第二個箭嘴就不要衝了 除非你是 6.70 這樣它 但不是吧 看錄影錄成怎樣 是在錄影的 是水平的 這個角度叫做衛尼視角 其實也不是很衛尼的 衛尼在這邊 大家同鏡頭說個嗨 嗨 對,無法看見 對 總之衛尼是坐在這裏 同衛尼平牌 但頭高於我和衛尼 我覺得是 雖然駕駛時脈使用手是怎樣 但絕對是應該 對,就是這樣 這裏原本還有東西阻礙著 我撥開它 如果阻礙著就變成這樣 這個是指針套來的 當然啦 你想說曬太陽 讓它曬一曬 曬一曬 曬一曬 我回去依然要把相機的影片 但無謂為相機而設定 或是不知是假的 現在蓋盤也是蓋在玻璃上 玻璃我預約做的 不知是甚麼 糟了 忘了叫甚麼名字 隔熱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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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它也會叫我十星期 不要蓋上玻璃 所以趁未做隔熱貼之前 先拍一拍片 昨天其實也很好天 昨天也很好天 但昨天跑人不太累 不是很累 要回家做數 所以決定今天才拍片 幸好今天早上下雨 但下午都還好天 我是不是開了一些奇怪的東西 不是呀 沒有呀 不是呀 純粹是熱的 對不起 因為這輛車是會不小心開了一個加熱軚盤 我真是想像不到在香港怎樣用這個加熱軚盤 跟加熱椅一樣 電量三 我想這段影片應該是時候去一個Supercharger 電量是在說車輛的電量 當然不是相機的電量 其實相機現在應該是可以接駁下去 用叉子來充電 隨便吧 攜充道在Donkey 落橋 其實深水埗這個位置 想清攜和上攜充路應該是一樣的 所以也不要深究 剛才說燈當然是看不到 大南西街 我猜 我想不用渡航 如果說去釘九 或者什麼 泳灘 都是行攜充道的 炒起來都是行攜充道的 賭物鬼河 好了 其實如果這個支架再長一點 可能會好一點點 但我已經加了一個波蜆 我想遲些便... 不好意思,有了淘寶 我想用螺絲轉的R-Car Suisse 可以直接讓我上快刷板 我連快刷板不用脫 那邊又長多2-3cm 可能更好一點點 我還是嫌 現在這部相機高了一點點 可以的 沒有昨天這麼過份 昨天簡直是移到後來 還有我相信今天的Focus應該好一點 我調校了另一個Focus Mode 應該是... 其實這部... 沒有理由差到一個GoPro 因為APS-C 的感應器 昨天這段影片應該是人的問題 今天就... 還有昨天天黑 今天爆好天 也不是爆好天 喂喂喂喂 它不安心我的 前面不是只有艇 但是前面都是慢慢收 我相信剛才那刻我比較貼 Anyway 現在上了葵送道 左手邊有一個車 我是未停車出去的 右手邊,sorry 說錯了 我是看著右鏡的 好呀 好呀 在這個Match 前 我應該切開 然後小心那輛車切過來 好呀 好呀 葵送道就... 不要走快線 因為等人要切過來晚線去荃灣 也不是的 沒有車就走快線 反正我都未到70 至於葵送道... 我沒有記錯在... 尼建交回處有個BBQ 位置 但是... 今天都頗為... 不是說有特別多車的 但是... 你都不會890 這樣飆 不是呀 後鏡的的士有點不耐煩 我找位置回向左 應該有... 應該有... 不是呀 沒有呀 沒事呀 那不要啦 我找位置回向左 好一點 前面都是13mm 不是B 字 OK 這裡切去荃灣路 其實應該很厚才切過去 因為... 如果不是這車很慢 雖然早切過去的車一樣這麼慢 但是... 這間的士就關掉了 應該是最後一刻才切 但是... 如果這個位置畫單白的話 你就寫在這裡 哎呀 剛剛切到沒事了 算了 好 這個方向就是全灣路 前面就是新都會廣場 前面就是新都會廣場 好像不是 是永德里廣場 再遠一點就是新都會廣場 不知道你會廣場 怎麼會廣場 這首... 其實我只是選擇一個 推薦給你今天的歌 我聽到相機的環都好像有點震震地 但是聲音應該好很多 不會有那些這樣的聲音 而麥克風應該隔了大部分空聲 所以... 應該收到音 就和我聽到的... 地下傳來的聲音差不多 過了 234X 先 雖然它都是落橋 但是沒有理由不過它 我沒有開Auto Speed Auto 城城 因為這段路不長 我覺得真的不太相信得過 就是多一點車 好像現在這樣 我覺得不是我靠 然後這裏坐型車輛又多 反而沙田那邊坐型車輛少一點 所以我覺得上落絲碎 或者拖路廣 可能好一點 Auto Speed 好了,前面有輛拖架 過不過它好呢? 我覺得五過就安全很多 所以我就慢慢錄了 是,它是屯門的 所以我想這個位置去晚線 一樣可以落到海之亂橋橋 即是首規矩的排排隊下去 當然很趕時間的 你想到未去到胡亂柱 才堅持下來都可以 但是今天看不到這樣的車 隨便 隨便 隨便吧 轉了去叮咎 其實今天天色都未去到很漂亮 因為有時是漂亮到扔一聲 現在不要再打燈了 因為有一個彎位 我不是要轉入這個彎位 好 下一站元朗 前面有高架的紅樓燈 前面有高架的紅樓燈 好 隨便 不知道是海什麼路 隨便 油線大廈就在後面 左邊 右邊 尺寸不分 這條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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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荃灣的海濱公園 還是海濱公園 即是海濱公園 直到海濱公園 應該是一條跑步的路徑 我想 如果我要練20K 這條路呢 就算了 不要特地在這裡 好 錄影了多久呢 13分鐘 這條路 我想到深井 20多分鐘左右 可能長一點 廢話 多一點 但是 天色還不錯 算是這樣 觸摸 不好意思 太多廢話 對不起 相機蓋 好 準備轉彎 我覺得我這輛車 已經算少了Viniapool 裝飾 應該放多一點 好像我都聽到相機震動的聲音 但是 有支50CAM 這個位置 很划算 第二 為何有巴士打四貨燈 40個總站 難道是這個位置 那邊是擺街的嗎 OK 你真的擺街的嗎 以前那個位置好像不是巴士總站 我不知道 以前45停止這裡 好像是余生廣場 好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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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一直去到 過丁扣橋 在深井找個位置 收屁吧 不是 好像 機場核心指南 那個剪刀都可以 不用趕時間 不對 這條路走70 我走50 又真是幾萬 對 我都咳 對 對 它轉右會阻礙全村人 還有這段路70 丁扣橋也不錯 這個中數 雖然雲多一點 因為今早下雨 這裏不是丁蘭居嗎 不熟路 好像是丁蘭居 因為有一支燈 我都可以 來出現 哪裏不熟路 那裏不熟路 好看 在這裡 真的要貼隔熱貼,冷氣開到 21 度也好似 天氣真是 不要放玻璃,真是熱手的 的士是XL,應該快要有XM 不如去到青龍頭才調頭,今天天色真的OK 多雲的,但OK,算是這樣 現在已經74 輛車,但不是加速口,其實不是很廣 超速就超速 近水彎,兩輛車都是暗壓的 只有一輛車 然後有迴旋處 其實旁邊那條路應該可以隨便停在 不過這邊當然不太好,當然這裡是雙王 其實旁邊都好像是雙王 這段路晚上有很多單車出門 是多到你是要 即是把整條萬線都給予他們 今天這裡就沒甚麼車就算了 View 時印關係已經過了一丁九橋 我已經忘記了機場核心工程的展覽位置在哪 但好像已經過了 不是呀,在這個位置 不進去 先去深井 不是呀,這個位置不行 又說不行 哇,無敵大海景呀 接著快來到深井的迴旋處 加頓 避震是雷走不了這些 對面有單車,但算了,日頭 深池街 我記得青龍頭也可能有些位置可以停下來 其實如果走青山公路來深井,不會慢得屯門公路很多 第一,有一個路口是去大嵐隧道 然後下來的橋有窄又急彎 再加上大嵐,即是丁九橋上來的車 又混合得快 OK 那我是直行的 過了海運花園 在這邊 剛才後面的車呢 不見了 6米的咪線 一大截都是綁住了 用不著 所以不能貼近前輛車,就是這個原因 這裡有很多車轉右 這兒 好了,過了荔都花園 已經進入青龍頭的路段了 前面有一個豪景花園 嘩嘩嘩,這裡有一個漂亮位置 比較純粹 我找漂亮位置想做甚麼呢? 就是一個可以站在對面,然後拍照我的車 後面是一個海 當然啦,不要在雙黃線的慢線做這些事 即是找一個停車位置 巴士站我覺得都不過份 但這個巴士站我覺得很吵 我沒有輸 是看不到的 這個位置呢 不是 是去D樓的 好了,前面的位置可以了 對,前面的漂亮位置 要在對面的天橋 嘩嘩嘩,讓車子停下來 不過不要緊 我照樣停 我是做不出在路中心拍這個動作的 好 今天這段影片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